大家好,我是靈心社積層,好高興見到大家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我上兩次 關於文石的新型號 Looks Air 2和Max Lumi 2的開箱 以及規格的分析 Look 5和Lift是未到香港的 所以我未能夠為大家評測 今天這段片又說甚麼呢?未到新機 其實就是我會針對著其實今次文石 隨著新型號的發佈 它有一個最新的Firmware 3.2 而裏面有很多新功能 坦白說,在我這段期間評測試用的時候 我是覺得幾讓人感覺到那份誠意 你說是否翻天覆地的改變呢?不是 但確實在不同的細微位裏面 是提升了作為用家的效率和感受的 所以我也特意就著裏面的各個功能 有一個實測和介紹 希望可以讓大家可以感受到 問是今次這個Firmware舊走新平 還是其實真的有一個進步呢? 因為在我兩次的新型號開箱之後 其實我就見到有很多的用家在網絡上 都很坦白他們會直接說 今次其實這個新型號是Zilla Go 其實只是一些硬件的提升 沒甚麼驚喜 單從硬件上,我也很坦白承認 除了用新的U,多些RAM、多些ROM 甚至可能其實沒有多了 Note4系列3至5其實都是4加64 其實都沒甚麼大提升 這些都是很容易從規格表你可以對比到的 但真的用到下去,我會覺得今次的Firmware 其實紋石是有它的誠意在的 當然這一個改進足不足以去讓你更新你的型號 或者去買它的閱讀器是另一回事 但我確實感受到紋石的那群工程師 他們去設計這個Firmware的時候 是有放了一些心機下去的 當然了,還有進步的空間 但起碼給大家了解一下 那究竟今次的Firmware 3.2 有甚麼新功能,有甚麼是進步了 和我們去使用上過程當中有甚麼好處或者效率的提升呢 好了,事不宜遲,那就去片 當大家進入到設置這個部分的時候 你會發現和上一個Firmware有一個都頗明顯的不同 我覺得這個要紮一紮紋石 它將會償在設置當中 按到的一些功能或者一些項目 單獨抽出來,就在這個版面就出現 例如是校準,即是對支筆的校準 手勢設置伏器的選擇 另外還有就是這個 上兩代的用家都會經常問我一個問題就是 在哪裏可以找到那本用戶手冊 它亦單獨抽出來 我覺得這個設置是細心的 因為確保到有一些常用的功能 大家可以以最快速度去找到 另外還有這個系統顯示 所以在這個Firmware當中 你要找這個用戶手冊直接按下去 它就會在這裏下載,我已經下載了 在書庫那裏就會找到這一本的Menu 亦都可以在這裏按進去 它就會用內置的NeoReader開啟 由於這部機器是海外限定的 所以它的說明書是沒有中文的 只有英文而已 另外就是上一代Firmware開始有的這個手勢設置 亦都是我最常用的功能 亦都現在有一個可以在這單獨的設置 這個介面就和上一代沒有分別的 同時設定左、中、右 以及左側、右側、開啟與否 以及可以簡選不同的功能 我想是必用的了 亦都是文石優勝的一個位置 另外就是校準 如果你這支筆 你覺得是在手寫的時候 經常飄移或是不準確 筆尖和線條是距離比較遠的話 你便可以嘗試校準 可以重新地準確書寫 另外是伺服器 基本上文石有三個伺服器 中國、美國、越南 越南是新開的 由於這部Note Air 2是海岸限定 所以沒有中國的選項 只能夠是美國和越南 我看過Maslumi 2 由於是國內有售、海外都有售 它是會有中國的選項的 在那個伺服器那裏 另外我想是今代一個比較新的設置就是 這個系統欄 傳統用開,上面下拉 就會有有關的選項 跟著通知一項一項列著的 整個版面拉下來 可能會堆滿資料 今次文石設計了一個左右分區的系統欄 我覺得有它的便利性 就看你慣不慣用 不慣用,你可以用回傳統 我現在用的Note 2是上一個Firmware的 我一拉下來 全部的可以選項 可以調到燈光、聲音 跟著就是一系列的通知 整個版面都會是東西來的 一拉下來的時候 剛才說到系統欄 它就分了左和右去呈現 將原本是一堆過向下拉 全部東西堆滿在這裏的情況 它就有一個劃分 左手邊一向下掃 它就會是Apps的管理 以及是相關的通知 例如我剛剛開了音樂的App 這裏就可以做一個管理 Play,上一首、下一首 例如我之前可能用動物的Apps 它有時定時定後會將宣傳彈出來的 都會在這裏顯示 右手邊就會是平時用開的功能 就只是佔半版而已 另外這次有一個最大的不同 就是全部的選項 轉了Icon 之前就有中文的 這裏有中文的 所以這裏可能對第一次的用家來說 都會有些棘手,究竟為何呢 WiFi,藍牙 這裏是教閱讀燈 這裏你見到特別有一個連結的 按了,連結了的話 冷暖雙式的燈 就會向同樣設置 例如我現在隨意一條 你看到,黏住了的話 我怎樣教也好 是冷暖式燈一起轉的 如果你分開的話 就可以個別單獨按你的需要再去設置 看你需要 這裏就較大細聲了 這一堆的Icon 這次文石都統一了它的設計 這一個就是 畫面的旋轉 由於Note Air 2是有G-sensor的 這裏可以設置自動旋轉 另外按四個方位 記住,這個T的畫畫 就代表面向的方向 坦白說,我用開自動旋轉 我覺得看書的時候是太容易觸動了 我覺得不太好用 我試用這部Note Air 2的時候 我是關掉的 跟著這個是螢幕投射 我之前拍了一段影片是說 可以透過這個螢幕投射功能 跟家裏的電視 安裝了Chrome Class的話 可以有一個很方便的即時投影 是挺有趣的 如果有興趣的觀眾可以看一看 有相關會有相關的連結 跟著這個就是開啟 即是用手可以用觸控的形式操控 這部閱讀器 或者是不行 這樣就只能夠用支筆 你看到現在我按了之後 手就沒有反應了 這個我想可能比較多人會用到的 就是分屏功能 今代就著分屏功能多了一個選項 如果左右分屏的話 就要將這部機打橫 如果上下分屏的話 就分成上半部下半部 就著這個功能 我會有詳細少少的展示 好,這個是屏幕錄影 這一個就是今次新的功能 Bolt Drop 將上一代的Wi-Fi傳輸 變成一個能夠是雙向的傳送 這個亦會有詳細介紹的手後 這個是訊息反規 即是代表你用這部機時遇到任何問題 你都可以即時按這裏 向文石那邊官方聯繫 它就說會24小時內回覆你的 希望用不到 跟著這個是定位功能 你見到 我覺得閱讀器來說 其實這個沒甚麼用的 所以我通常都不會開的 其實你按右上角這裏 它就會有相關的中文介紹 另外還有兩個功能 就是鄰近分享這個是Android的裝置之間有一個近距離的傳輸 有些類似AirDrop 另外就是懸浮球的功能 所以它就將這個功能列表 全部以一個icon的形式來呈現 看看你喜不喜歡 這次另外一個 系統欄的變根就是 它將所有 調校關於e-ink 閱讀和應用的時候的選項 全部歸在這個e-ink中心裏面 設定就會下半步 你見到這裏可以調校深淺色 深色增強,淺色過濾 另外刷新模式 你見到普通刷新 快速刷新 極速刷新 X刷新 所以就著這四個刷新模式 X刷新基本上我是不是很建議用的 因為如果你有看過我之前的評測就會知道 用來播放影片或者是做任何操作都好 殘影是很厲害的 如果你是看影片的話 我建議用這個極速刷新就已經足夠了 如果你是日常上網 用一些app的話 就用快速刷新 如果你是專注閱讀的話 就用普通刷新 這個定位都很分明的 另外這裏會有一個刷新設置 拖動刷新幾一秒 另外拖動之後 你一放鬆的動作 它就會自動全部整個畫面有一個刷新 拖動的時候究竟是用這個快速 還是這個X刷新都是有選擇的 另外你拉出這個e-ink中心出來之後 右下角這裏你見到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全局的刷新 如果你覺得看到有殘影 你可以自己手動全刷的 所以這裏其實 文石就是雜成了 所有是和你使用這部閱讀器的時候 和顯示有關的選項 它都雜成了在這個e-ink中心裏面 它本身預設了手勢操作的左邊 就會彈出這個e-ink中心 變成透過三個手勢操作 你就可以控制了這部機 在顯示系統方面 上方的左邊 上方的右邊 下方的左邊 透過這三方的手勢操作 你就基本上能夠將這部閱讀器 基本上常用的選項 都能夠作出快速的到達 以及調整 這個是文石今次的firmware當中 其中一個有講到的變化 另外講一個變化就是 上一代 若果你是想恢復原廠設置 是要鬼祟地 在設置這個項目有一個漸咀 按進去 跟著在這裏就會見到恢復出廠設置 好多人都找不到 今代就方便了 你見到這裏有Note Air 2的公仔 顯示是Android 11的版本 按進去 會出現同樣的選項 恢復出廠設置 就在這裏選 即是如果這部機器可能要賣了 你通常都應該會是恢復出廠設置 再給別人 在這裏就可以選了 另外有一點 我想都特別在這裏看一看 我想有些文石的老用家 可能你買了這部新機 跟著你在這裏 抄襲整個設置 你會發現有一個 很大的不同 就是你找不到 啟動Google Play的選項 難道文石今代 已經幫你處理好認證的部份 不再成為我們用家的痛點 不需要再去做那個認證 實在太天真了 文石是 將那個版面 轉換了位置 相當隱蔽 你首先要去應用 跟著由上角的三角 應用管理 跟著你就會見到 很熟悉的一個欄目 你見到 啟用Google Play 跟著照舊是要做回認證註冊 照舊是需要等待一陣子的 所以每一次 文石的用家 很多都會 卡住了在Google認證方面 今代亦都不例外 不知去到哪一代 是可以去到 一開機就有Google Play 不再需要認證 起碼例如我們的手機 都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就不知道了 看看文石 未來過多一兩代會否做到事 但是就隱藏在這個位置 大家就要知道了 你買了這部機回來 沒有Google Play 就廢了一半武功 亦浪費了今次升級做Android 11版本的心思 今代有一個變化 我不肯定是否因為Android版本 升到11而造成 當我們打開Readmog 這個app的時候 來到這個版面 沒有了那個不完整支援 這個e-ink裝置的改番話 那即是甚麼呢 這個就是我用的Note2 你會見到這個提示 Readmog看書app不完整支援此e-ink裝置 讓很多人都很擔心 是否有甚麼問題 雖然其實用下去 沒有太大分別 但是有這一句 就很明顯是很不爽 我都特地問過店家 不單止是前一代我這本Note2的 就算是上一代版本是Android 10的Note3 都依然有這一句 但是來到今代Android 11的版本 就沒有了這一句了 所以我都不肯定是否因為Android版本的提升導致 終於完整支援了 還是怎樣呢 有了這一句 或者沒有了這一句 其實那個差別在於甚麼呢 就是當你看書的時候 假設現在用Note2看這本書 我沒有關閉這個畫面 直接按Power鍵,Off了 接著再開的時候 它就會自己退了位 有機會最低這一行會關掉字 我見今次這一代 好像就沒有了這個問題了 所以都特別在這裏 帶出給觀眾知道 今代暫時文石的閱讀器 我試過Note Air 2或者Max Numi 2 都沒有了這個不完整支援的字眼 還有閱讀的時候 都再沒有這一個直接關機 再開會排版移位的狀況出現 都給大家有個概念 好,不知道大家對今次文石 在這個新的Firmware當中 在設置系統的調整 不知道大家覺得會不會是便利了 或者會讓到你用得更加暢心發意呢 原本我打算在一段片 將全部Firmware的功能的更新 就介紹給大家看的 但由於實在太長了 所以我會將它分成兩回 希望兩回吧 來一下回語告 下一回就會有幾個我想大家都比較期待 都比較關注的功能的介紹 主要是筆記的那個功能 另外它今次都頗主打的那個Bose Drop 另外就是 在那個第三方Apps的書寫 它有一些針對的優化 可以讓它有一個流暢的書寫 如果你是想就著這幾項 還有一個實際使用後的一些評價 了解一下效果的話 那就敬請期待下一回 這個是Firmware 3.2的介紹 下一回是不是就到呢 我都不敢包 因為有機會 如果Note5是來了香港之後 我就可能會先做開箱和分析先的 所以再接觸 如果還未到的話 我就會繼續製作 希望下一次不論比一回也好 都能夠繼續見到你 如果你喜歡這一類和E-Ink產品 有關的介紹、教學評測的話 承認你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剛才的那個設置篇 你覺得都能夠幫到你 希望你可以稱讚個好 好,今天的內容大約就到這裏了 感謝你的觀看 希望下一次都能夠見到你 到此為止了,今天拜拜 再見 按讚的呈現 我會看到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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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